苏华改每到廉价就会涌入大量的车潮 其中人水隧道的速线定在时速50公里 比起其他隧道可以来到70公里 不少民众都说真的太慢了 公路总局评估后决定从2月18号开始 将速线提高到60公里 而隧道两端维持原本规定 苏华改每到廉价就会涌入大量车潮 其中人水隧道连接河人跟大勤水路段 单孔双向同时开放骑机车通行 但人水隧道的时速限制却只有50公里 比起其他路段的线速70公里还要低 如果说现在的车流量 它车流量并没有到很大 或者是说多种不同的车种混在一起定行 可能大行车小行车混在一起的话 那它的法规之间我认为是可以拉高 为了增进苏华改的行车效率 那我们在符合设计速率 以及相关的法规规范之下 那苏华改的人水隧道预计在2月18日 会提高隧道内约2.7公里的路段 而速限会提升到60公里 那在考量到隧道两端的前阶段 因为受到道路线行 以及山区道路等安全因素的影响 那隧道两端的洞口路段 约250公尺处 仍维持原速限50公里 而公路总局这边也会在速限变换的上游处 来设置相关的标志排面来提醒用路人 那这边也请民众要依照相关的速限来进行行驶 速化改人水隧道路段 从2月18日开始提升速限 但用路人也要特别注意 在隧道口两端250公尺路段 还是维持原本的速限50公里 请驾驶人开车要留意 以免损失荷包 另外目前名隧道及遍波工程 还在进行当中 分别在崇德管制站与人水隧道北端 一样维持每整点放心15分钟 记者休林乡综合报导